大家好,欢迎收看7月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,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第二届花联县县长杯全国一检太极拳锦标赛 7号上午在中华国小热闹登场 这次总共是集结全国215人报名参赛 而县长徐真卫也亲自到场为赛事揭开序幕 第二届花联县县长杯全国一检太极拳锦标赛 7号上午在中华国小热闹登场 吸引到包括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、屏东县等县市一同共享盛举 总共有215人报名参赛 而县长徐真卫也亲自到场为赛事揭开序幕 我想太极一直以来花联县在这几年我们推动的政策是 人、马、地、地、把天、天、把道、道、法、自然 而这整个天地的运行就是一个能量 就是一个宇宙的能量 而我们本身的人就是一个小宇宙 跟这个大宇宙的能量如何去取得和谐 这个和谐在我们从每一个人打太极的时候 非常的享受当时的整个气、定、神仙 我们更希望太极的精神透过大家以及透过各社区各开班 去往下去扎根 这场赛事包含检疫太极拳、剑、刀 共有团体赛21支队伍、个人赛96人、总计215人参赛 众人以太极会友相互切磋交流 各队伍及参赛选手拿出最佳表现 为自己的团队争取最佳成绩 记者许立行华电视报导